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20週年 近期澳門社會各界陸續舉辦多個慶祝活動 正如中華商會會長馬友禮為雙慶酒會致辭時話 2019年對澳門具有特殊意義 這一年不僅迎來了新中國成立70週年 澳門回歸祖國20週年 以及第五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的重要日子 澳門社會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大會上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細安表示 澳門特區將不斷推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重要組成部分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巧華致時時提出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澳門一國兩制事業亦都進入了新時代 澳門中聯辦主任傅智應表示 港澳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 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澳門中聯辦協調部部長傅鐵申 在人民政協成立70週年慶祝大會 會議精神學習座談會時表示 澳區政協委員要積極探索 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如何更好發揮積極作用 澳門特區政府為慶祝70週年國慶 在旅遊塔會展娛樂中心舉行國慶酒會 行政長官崔世安 後任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成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巧華等 以及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和社會國家人士 共950人出席 崔世安指出澳門正成為一國兩制實踐的熱圖 證明了一國兩制是完全行得通 辦得到得人心